爱的选择 高挑男士激情作诗 原来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叔叔刚才上场的时候 跟那个萱萱已经说了 其实好多声音 都是抨击我们叔叔的 逮到一个事 就是没完没了的 这样的男人 他说能改变 他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更多精彩内容 竟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 幸福的主持人 萱萱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嗨 大家好 幸福就是只要牵对了手 哪怕失去了方向感 也会感觉得很踏实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只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才能收获忠于自己的爱情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文文 欢迎我们密室里边 今天的男嘉宾们 大家好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您好 今晚点早安 我来自谁 我叫李德林 来 二号男嘉宾 您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辽阳的 我超总继 我是找个像个像头的人 欢迎我们的三号男嘉宾 我是干啥像啥 绝不会累着媳妇的人 我是来自沈阳的马国昌 来 四号男嘉宾 您好 我找一个性格好 能照顾家里的人 我来自沈阳的杨首里 欢迎五号男嘉宾 晚清一满 婚留安安 爱的选择接粮员 不畏服云之望眼 求同存异 许老爸 我是来自辽阳的李英东 今天的现场有点特别 是一次樊选场 五位男嘉宾当中 有我们的老嘉宾 当然也有新嘉宾 听这声音 觉得今天应该是期待满满 来到现场的这位女嘉宾 可谓是人老心不老 活成了一个童话中的小公主 今天这位女嘉宾又是谁呢 我们先看一下她的照片 团团脸 远远的眼睛 好可爱 一看就旺服 月似银盘 这个脸的感觉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好像是非常非常的 能够让你身边感觉到热乎 这种感觉 人长得就是有温暖 看我多热乎 好期待 好期待 来吧 请出我们女嘉宾登场 漂亮 漂亮 大家好 我是爱唱爱跳的开心国 我是来自沈阳的王春莹 欢迎您 您好 您好 看着就好像像个大娃娃一样的 你瞅人家这大眼睛 水汪汪的呀 真是 这位女嘉宾 挺漂亮 挺年轻 挺漂亮 挺年轻 哎呀 唇红齿白 你们还记得我们阿姨 其实以前来爱的选择 不是这个色的头发 我想问没敢问 也不是这个长头发 上次来就整点假 上次不带的那个假 你还夸得够呛那个 但是你玩的是红色的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啥意思呢 整个假刘海干啥呀 因为我们阿姨超级爱美 家里的假发吧 不能用几套来形容 应该用几十套来形容 阿姨对不 对 我自己说一下吧 都有啥啥 数一数 我太了解我了 这人都喜欢美的 对对 爱美知情人有之吗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和心情有关 对对对 今天阳光灿烂 哎我弄一个什么颜色 对对 那阿姨我问你一下 你这个头发 那个假发戴上之后 后边这个头发 是不是得需要配合它 再染成前面这个颜色呀 还是整个一套全套上了 不是 这个吧 这个色是 我也是照那个假发色买 那个眼的这个色 我的天啊 都是酒红 后面这个小辫是真的 这小辫是真的 这个辫是真的 咱深夜老师可以给个近点的镜头 这个皮套啊 有讲究 你就跟我们现在那个皮脊 中国的一位特别厉害的女科学家是一样的 这辈子最乐于干的事脑顶那皮套 全都是这个罐头上面啊 还有什么上面 螃蟹上的 螃蟹上 看到吗 这小皮脊真有生活 那我发现阿姨 你真的是太喜欢红色了 是 你螃蟹身上绑的一小辫 你都不放过 你叫皮筋 没有海鲜味 对吗 我叫我喜了 我喜了 行啊 到哪去都闻得一不都行 我们阿姨很有生活 而且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乐趣 我们看看生活当中 咱女嘉宾是个什么样人 18852号 王女士65岁 沈阳人 离异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大家好 我叫王春阳 我是一个乐观 快乐的小女人 我是一位特别善解演艺 也是特别会照顾别人的女人 更是一位顾家的女人 以前邦儿带了几年的孩子 如今孩子也长大了 我也说立手立脚了 我没有不良色号 只爱唱歌跳舞 爱爱旅游 我希望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和我的歌声一样美丽动听 我也是一位宅女 尽管一个人生活 但每一餐都很用心 如果我们相爱了 我会做变法可以做好吃的 我会做六段 馒头 花卷 包饺子 什么都会 每天我还会把房间收拾的干干净净 所以六一半不用担心 和我在一起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 你的选择不会错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来了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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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不仅仅仅咱们姐姐的发辫和颜色有讲究 发现上面的蝴蝶结也特别好看 我能拿下来一下吗 可以拿 这是孔雀 开名 孔雀 我这个角度以为是蝴蝶那小翅膀 这个是男女的送的 将来让叔叔给你送个纯金的 纯金的相针钻的 对对对 天哪 这有点豪放 来 我问问密室男嘉宾们 谁说以后牵了手 就要给他女嘉宾换一个真法式的 来 有没有人 女嘉宾 你好 我看你这下的挺多 是不是需要给你买一个 那你啥 直接买呗 直接买 直接买 说错了 直接买 态度好 态度不错 你喜欢啥样呢 你自己挑 上哪挑啊 地摊啊 上商场呗 还能上地摊啊 商场呗 还能上地摊啊 商场呗 你倒不客气 金店 金店了 他上金店去挑 完了 完了 他喝喝了 没事 没事 他喝喝了 好嘞 你看就没有底气了 那叔我教你一个吧 您去阿姨 你说你听话不 我听话咱不买 就最少咱不买的孔雀这么大磕树的 确实太吓人 那多土 我那那那那大一块金子 个脑子挺压根 是不是 来 二号 谁二号吧 我说啥 你拿着 谁二号 不敢说了都 二号 不敢了是不 那去银店也行 这个玩意只不是一个装饰 买 买买 就喜欢这样是 你你你喜欢啥样 给你买啥样的 买啥呀 你要买啥呀 他今天那个女十二条呗 这可挺大挺沉呐 咱干啥呀 沉的那大脑他不压脑的呀 压脑的不 不压 不压呀 那你害怕不 可脑顶上顶一块金子出去啊 那怕啥谁能抢啊 你倒是 今天都没有人大了 就都是这个项链和戒子 没有人大或别的呗 这个一个只不过戴头上是个装饰 我们今天密室男嘉宾主题就是 买买买 来 再下一位 我上了女嘉宾 男嘉宾 我上了男嘉宾 下了男嘉宾 我上了男嘉宾 不怕不怕说说 紧张了 紧张了 自愿全凭自愿 孙挺美呀 我说你 你看 挺美 说你长得美 长得美 把这事滑过去了 是长得美还是想得美 长得美 这买金子这事想得美不 想得美呀 想得美 美 你能办的美不 我呀 我跟我条件美 你啥条件啊 我条件这就是你基本工资呗 太实事了 那太实惠了 实惠吧 这人好吗 挺好 不错 基本工资全拿出来 对 来吧 咱们下一位男嘉宾 你是哪儿的 你住在哪儿 你住在哪儿 这是什么意思要说 是人只因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呢 问你是哪儿的 我沈阳的 你是哪儿的 我也是沈阳的 老乡啊 你沈阳哪个区的 黄谷区的 你哪个区的 我也是黄谷区的 再具体说继续往下 是因为说房间房号的呢 你黄区哪个地方呢 哪个社区的 舍利塔 舍利塔我知道 塔湾的 塔湾的地方吧 对啊 塔湾的 您呢 你咱家也不远 三台的呢 三台 对啊 更往北边了啊 近啊 不远 你俩之间就隔一个这个 北陵 过间小道 对 隔个北陵公园 你俩就是约一下 上北陵公园去正好 是不是这距离 差不多吧 哎呀 这是我们四号的 女嘉宾啊 直接约上了 来 五号 我是五号 吴国父 女嘉宾行献好 气质家 我在电视上 见过你多事 见过你多事 对你的印象很深 特别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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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呢 叔叔 也算吧 也算吧 就那句话嘛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你记得吗 你一看到他呀 你准也觉得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这也是我们一位老嘉宾 对 大个 帅 招人稀罕 还有才 其实咱们刚才四号男嘉宾 说来说去呢 和你的地域位置 占了很大的优势 这份热情 咱们不是说前面几个 被金店门给挤了一下 但是咱们四号男嘉宾 人家可以和北林公园周边 就能够见到 也许就有偶遇 对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见到他以后 你感觉 是不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我们都已经见过了 是不是很好奇 他对你热情也特别高 四号叔叔要重点说一下 他特别热爱文艺 而且热爱体育 对文艺来讲 已经达到一个痴狂的状态 和你刚才VCR里介绍 爱唱爱跳 不谋而合 我觉得你俩在这一点上有共鸣 所以不仅仅住得近 而且还有共同语言 所以四号是不是应该首选的呢 然后五号跟你讲 刚才人真是才子 对历史深有研究 我们女嘉宾到底选择谁 作为她的第一位约会男嘉宾呢 广告过后为您揭晓 爱的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展现才艺绣画功 女士肖像画 咋也说不通 你那里面画的都是女士 女嘉宾不姓郁家男 可过后为何念念不忘 那就她前后的那个刀的水准太差了 实际上她对她前后评价并不低 实话实说 什么都要就不要脸 绝对了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请注意 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请注意 如果你正被尿贫尿急尿痛尿低力夜尿频繁索困扰 摘带不排磁灸热贴来帮你挤灸疗 此疗远红外疗为一体 持续发热 42度恒温 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 夜尿频多尿低力排尿困难等症 贴一贴对症舒服 夜尿频多一晚上扰的老伴 第二星期八回能舒服吗 尿急尿湿裤裆 尿湿鞋子 有味尿凳带 干急尿不出来 憋得肚子疼 直剁胶 急 请用宅带不排 磁灸热贴 对准官员学贴肤 持续霸热12小时 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对 没错 现在拨打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袖坐不动 抬车憋尿 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 怎么办 磁灸热贴 任准宅带不排 在传统灸法基础上 以42度恒温穴位灸疗 磁疗 远红外腺疗法为一体 三小合一 相互促进 通过发射8-14微米远红外腺 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尿频 尿急 贴一贴 尿痛 夜尿频多 贴一贴 尿低力 排尿困难 贴一贴 专备前列腺患者而研发 做口碑产品 用适时说话 用得好 请为宅大夫点赞 宅大夫排磁灸热贴 取出磁灸热贴 将磁片部分对准公元学贴肤 只需贴一贴 改善尿频 尿痛 夜尿频多 排尿色痛等病症 对症 现在拨打电话 免油费送货到家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对 没有 现在拨打电话 免油费送货到家 为自己 为老伴 请抓紧时间订购吧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攻击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谈喘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叫碗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攻击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谈喘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叫碗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可爱的一位老嘉宾 就是看着就招人喜欢 就团团乎乎的 咱密室男嘉宾们 对他也是印象非常好 都猛着猛着往上冲呢 谁能冲刺成功 请公布答案 我可爱的一位老师 你能冲刀啊 你能冲刀吗 我可爱的一位老师 我可以冲刀的一位 我可爱的一位 大屏幕 很有年代感 是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看我爸爸他们 好像这个 就是嘴唇上面留胡子 那个年代就流行那样的 流行 发撇伏 对 那挺有意思的 就特别有年代感 那还挺时尚呢 来 有请男嘉宾登场 大家好 我是爱好唯一的杨树林 好 欢迎您 他把胸填了下来就是 来 阿姨 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 我就想唱个歌 大棉袄 二棉裤 这就是我们说的劳动保护 你穿这儿太热乎了 你不热吗 是咋 穿裸了 穿裸了 这大棉裤 这大棉鞋 这要是 这我介绍 知道是沈阳 要不自我介绍 他以为你是大兴安令的 多乐 我说真的 他要是会跳 会跳 教育 的话 他身板 这样就知道 今天高兴 上哪个开始秀 高兴 那学老伴还不高兴吗 是的 我们看看 男嘉宾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的 18596号杨先生 71岁 沈阳人 企业退休 丧偶 有住房 儿子已婚独立 我爱文艺 爱拉二胡 爱碎笛子 还喜欢画画 年轻前我喜欢拉二胡 现在就是 拉的时间少了 主要是现在是没事画画 我画的比较慢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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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画的画挺长时间 是啊 嗯 熟了你画画的时候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呀 最大的感觉画画画的别的一切都忘了呗 心情为 就做一些意义画画了就是 对什么痛苦烦恼都没了是吗 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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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回事 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生活 还算得上安逸富足 享有兴趣 只是缺少了一个人的陪伴 找老伴找一个身体健康的 完了之后呢 这个这个有上毛的 嗯 我这个这个性格比较 这个温柔的啊 回过日子的 这就可以了 爱的选择我来了 这男的多才多艺啊 哎呀 他俩那个就是结合以后 上完一定会幸福 爱的选择您来了 哎呀我们说直冷直热的啊 搁家里边就是这个穿的还是比较单薄的 是不是 这出来了 家里热嘛 天冬天了嘛也对 穿的厚点是不是 哎 那个画引起我注意了 对对对 这个画 咱女嘉宾你看她画的咋样 啊 画的不错挺好的 啊 我估计能画的可错 很好看 嗯 画得挺好 你长得要了能不好看吗 呀 我发现啊 啊 长得不漂亮 她能画出来漂亮 哎呀呀呀呀 发现姐姐这句话说到点了 你那里面画的都是女士多呀 女士多 哦 为什么画的女士多呀 没有老板 不画女的画啥呀 我对你吗 我会打不对你 与我单身有关系吗 哇 您是比较喜欢您画中那个女人的样子吗 我看基本上都是双眼皮人高比软 都是 都是 哎呦我看看 呀喝 这大眼睛双眼皮 你看这个符不符合你模特的标准 太符合了 太符合了 这个应该 这不就是梦中情影吗 这应该超标了 超 是不是人数啊 超标准了吧 对对对 我觉得她俩很棒配 那这样男嘉宾先给女嘉宾打个分 95 95分 来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分 嗯 打90分 好 其实这个分不错 不是很高 那不少 那不少 不少 打90就够高的了 100分之高的 90就够高的 谁让喉婆不带伞的 哈哈哈 可以进入优惠时间了 来 请就座 这边请 请了 俩人互相了解一下 三分钟说点基本情况 你在台湾的就是吗 对 嗯 没台湾后院 嗯 你在三台北呀 北三台的 三台的北面呢 217 217组点餐 对 我同学在那做 同学老师 你是哪儿退休的 我呀 嗯 三台的一般都是 三台不是三个大厂吗 有一个西洋厂 嗯 119了 139 139 139现在不行了 119 我那个同学 119 我得139 我还有个 112 就是沈飞 嗯 三个军工厂嘛 来那退休 2号队挺好啊 各种数字 嗯 67 339 什么217 什么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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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 这是啥 就看简单了 一个字就在那里 就是一个楼的 二单元像我那里 都没合适 咱就不管了 人俩对得挺明白 我们看看女嘉宾的 这个情感生活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来 请看大评 我以前服务室 经人介绍认识的 相处不到一年就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他像大哥哥一样 关心我爱护我 我们几乎没吵过架 也很用心地经营我们的婚姻 我以为我会幸福白头到老 可是我的幸福永远定格在1986年 那段时间我很难过 幸好有儿子陪我渡过了难关 我现在想为我以后生活 做一个打算 我想找一个有真人感的男士 作为伴侣 在这里能遇见你吗 他不是我离的 后来他死了 因为啥事离的 因为就是家庭的两天生活吧 三岸没有距离 就是那个 就是有国际分 有国际的区分 这段障碍都没有距离 是 后期这玩意就是咋的呢 男同志嘛 像我这女同志带个孩子 过一天上班忙忙碌碌碌 就是没有那些非分想想 但是男同志他就 自当作过来人对不对 都知道 男同志他就受不了 他就可能在外边就有人了 我那时候反正死活就是离 你不离 你不够离活也行 那点我也想开了 我死行吗 我自己都买DTV了 他遇到这个事吧 这事都是改断不断 也避留后患 那后患呢 他承不承认他自己外边有事啊 他当然他当然没说 他说我跟你离行 他没承认 他能承认吗 你没抓到人是死 这玩意就像是小偷偷东西 你没按照人手 你说人偷了 你到哪讲我说你 那就他前后的那个 高度水准太差了 对不对 这玩意广天说 他是我没靠近你 你长啥样 反正就是人家一直也不到我这来 反正一个月半个月来看看孩子 到娘家过来看看孩子 人家的也还管得好 就那种人到晚年了 那孩子对他也不能好 其实那段时间 我们阿姨带孩子 就相当于自己一个人带的 那不就我自己带哪 小孩 小孩刚从这个 这么说吧 小孩应该在一周岁 甚至是两周岁之内都非常难带的 就是属于身边不能没有人 阿姨啊 只是一个人带孩子 那个时候我觉得阿姨她跟我讲过 也相当于三老师婚姻 但她没有放弃 因为她之前为了爱情付出太多了 她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所以阿姨是等于以死相逼 把这个婚给离了 那是实际上的 有一方有问题了 那就婚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那咱们女嘉宾 你看之前那段感情 其实让我们看来 你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但是也是这样的人 特别容易受伤害 那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因为那段感情受伤了之后 现在不敢再去选择下一段了 阴影啊 阴影啊 倒没有 因为啥呢 这不属于说是 不是说两人相怨的事 就是啥 我一个人非得鼻子你给我离婚 离开我 你爱干啥干啥 所以说吧 这些年来呢 我带孩子反而也是不容易 所以孩子现在呢 也成家了 孙女也大了 生我这一个人呢 我自己反这些年也读过了 你结婚以后吧 这个男女之前呢 爱情必须得逐转 阿姨之前好像跟我们讲过 实际上她对她前夫评价并不低 只不过就这个事情 可能给她有点伤得够呛 对 阿姨说了说实际上 她也是冲动离婚 但她前夫啊 你之前的爱人 可能从形象各方面 还是挺合你心意的 对对对 是的 有点可惜啊 自己也可惜 长得可帅 长得可帅了 那以后再找的话 要不要还找长得帅呢 当然得 皮特还得帅点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为啥这些年我就是没找啊 因为啥老有她对比的 知道不 就是认为就是找一个 咋的得皮特强呢 那你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那当然是想找 要找上眼皮大眼睛的了 个儿高点的了 胖不要太胖 男嘉宾你觉得你符合要求不 咋说呢 帅一点 咱们的密室男嘉宾啊 有没有人觉得 特别符合我们女嘉宾要求的 女嘉宾我和你说 你不要长太帅 你原来你不是很帅吗 对啊 你婚姻维持多长时间 只要他本人 只要他对你好真正爱你 你才有幸福 这是我的看法 你说的很对正确 你帅不咋男嘉宾 我这一把嘛 给自己打多少分 68分 哎呀有这六点啊 68分我合格 就是我自己来说就是方方面面 我作为一个男人来说都是合格的男人 不是有秀的男人 这应该是我们五号男嘉宾听的声啊 是啊 我是五号 你还才给自己打 68分合格了 有点低调了啊叔叔 但是萱萱啊啊阿姨之前几次来的时候 可是给了我们一个爆炸性的择偶标准 不知道他你这次来有没有变 我们阿姨想找一个年龄小一点的心态年轻的男士为伴 年轻 心态 不信 因为他的本身调整部分十分有越 有一半 我的想法是啥呢 我那几次来是想 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呢 现在呢我是合格啥呢 找年轻的 因为啥 我这人吧 爱说爱笑 嗯 和年轻人呢还能闹到一起去 心态很年轻 对 你看我说说宰子 但是我这就是说话一举一动 都和年轻人呢能闹到一起去 所以你这装扮就能看出来 知道不 看啥呀 为什么找年轻人 找年轻人就是跟他原来那个对象生命 就那个时候还没找出来 对对对 再一个就是和数字大的吧 就好像没有语言 是不到从哪开始说 咱说他他长得比较年轻 但是他就说早比他年轻小的 这个不断现实 对 我现在是咋的呢 因为那几年 数字小那点不到六十岁才 那时候有那个想法 现在已经过这些年了 我退休都十七年了 我五十岁退休 你现在就是带有那个想法 我虽然心态是年轻 但是你找年轻的 他不见得就是真心跟你过日子 我明白 我明白 就是你是担心找年轻的 不真心跟你过日子 但是从内心来讲 你觉得跟年轻的人 沟通的更好 对对对 我是这个想法 你觉得多大年龄的人 跟你能沟通的比较顺畅 按理说 你现在就是说 跟我的年龄符合差不多 大个一两岁啊 比我小个三五岁这都行 那你以前呢 以前要求说得比你小多少岁 比我小个那点我是要求都是 反正我是出去玩去 在一起闹壳的朋友啥 都是比我小个十岁八岁的 反正那女人都是一样 女人也要找高大帅的 高富帅 高富帅的 我男人也要找年轻漂亮的 都比我小那些 因为啥 那点我爱踩一跳嘛 我三十五岁开始学跳舞 我跳舞那点我三十五 找我跳舞的全是二十多岁 那这些二十多岁的人 只是想跟你跳舞 还是想跟你谈恋爱呀 跳舞 跳舞 那我那是没想 那是玩型的 等我到四十五岁 跳十年舞 我三十五岁跳 跳十年舞 那点就是跳舞 孩子就是受托手 我一开始跳 那是钢穴呀 有瘾哪 现在还跳吗 不跳了 我这性子反正也不是太老 但是我的性子吧 不喜欢以前扎扎轰轰的 你看我来家吧 扎扎轰 拿了红去画画啥的 他扎扎轰轰 喜欢眼睛 现在来说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那你看门子是属于扎扎乎乎的不 你看 他这是属于扎乎乎的 你笑是啥意思 动作像 动作像 其实你们没发现吗 叔叔现在有担心 他一听到阿姨说跳舞 竟跟年轻人小男孩跳 他肯定也不放心 另外来讲 就那种生活状态 我们叔叔确实他也不太适应 因为他一静下来就画画 在公园里走走道 也观察各类一辆的女人 他就喜欢这样安安静静的去观察生活 一个暗中观察的男人 但是你一点自己跟叔闹 你现在是像我这样扎扎乎乎的 你一点说 你自己一点解释 就是你一说跳舞 是不用解释 是到时候就是在一起了 就是互相了解能了解到的 对对对 这话对 解释没有用解释好 不如做得做到 对 触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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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两个人的性格 的确有很大的反差 大哥是属于特别安静的人 但是姐姐是属于刚烈的 他这个刚烈不仅仅局限在活泼上 就是敢爱敢恨 然后我自己角色的这种分明 我自己知道 我这个可以要我就要 我不要 我就非常决然的能够回去 其实这样的人真的 如果能够身边有一个 可以和你相容在一起的人 一定是能够觉得 你是一个特别透明的 我们男嘉宾 刚无意当中也提到了 说之前那老伴也是属于付出型的 两个人就是特别甜蜜的 我们也了解一下 我们男嘉宾的情感 男嘉宾一不小心漏了腹 你是男嘉宾最激动 我的天哪 您现在手里面攒了三套网子 有钱呢 有钱有钱 你做啥买卖了 撒娇的女人最好蜜 最甜的男人最任性 这个用三国里边一位女性人物来 形容我们女嘉宾的话 你觉得她应该是谁 貂蝉 貂蝉 这被朋友已经搞了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注意了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知名品牌 蝴蝶公主 为推广品牌 联合电视台发起 场庆30周年 真情汇溃活动 原价1980元的五星额中备 现在只需59元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的只要59元 不用担心 不要怀疑 这是工厂上电视 为蝴蝶公主做直交 剪掉一切中间环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今天不要利润 不计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现在打接电话 还有机会再免费货赠一床 同品质 同价值的五星额中备 59元 两床五星额中备 一起带回家 买一送一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59元 让全家人都盖五星额中备 正中承诺 本产品 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质量城堡 保证每一条蝴蝶公主 高档五星额中备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 7天抛退 15天包换 赶紧拨打电话 相告吧 您要是不相信 可以去商场看一看 真正的额中备 最便宜的也要1000多 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场上 去问问价格 最一般的光额绒和面料 都要好几百 我们厂是中国315成信企业 以前许多观众都用过我们的产品 都给予好评 这次呢 是厂庆30周年回馈 广大消费者 电视台帮忙做推广 厂家专门拿出了6000床五星额绒被 59块钱 您就拿走 还买一床又送一床 我不可能为了59块钱 而砸了我们蝴蝶公主的招牌 59块钱 连半斤鹅绒都买不到 连一个工人的工资都不够 这次呢 压根就没想赚您的钱 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做个承诺 买我的鹅绒被 不保暖 不舒服 盖了会跑毛跑绒有异味 您花了59 我赔您5009 知名品牌蝴蝶公主 为推广品牌联合电视台发起 场庆30周年真情回馈活动 原价1980元的五星额绒被 现在只需59元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真的只要59元 不用担心 不要怀疑 只是工厂上电视 为蝴蝶公主做直销 剪掉一切中间环节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今天不要利润 不计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还有机会再免费货赠一床 同品质 同价值的五星额绒被 五十九元 两床五星额绒被 一起带回家 买一送一 超值享受 买一送一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五十九元 让全家人 都盖五星额绒被 郑重承诺 本产品 经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质量承保 保证每一条蝴蝶公主 高档五星额绒被 严格制信 国家三包政策 七天抛退 十五天包换 赶紧拨打电话 相告吧 我们也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情感生活 我老伴已经走了三年了 他的离去 让我有很多遗憾 相信老伴心不好受 老伴突然去世 是我没想到的 老伴是个勤俭持家的人 我们两个工心结成 省事检用 攒了四套房子 老伴走后 我心疼了很久 也难过了很久 有之后啊 他就没逮着 完了给人家打工 他是技术工种 一开始在小工厂 完了给人家打工 最后人的话呢 就是一年比一年 岁数大了 眼睛也上不去了 他又呢 到这个房产的部门啊 给人家发胆子 发那个胆子 完了还在这个铁路急修 还干过 反正一直没逮着反正是 就没享受过什么生活 没享受过什么生活 我想他也不希望我一个人痛苦的生活 现在我也想开了 到了晚年 再不至于当下的时光 也没有机会了 有钱呢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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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那几间房子 都用我的房子 我的天哪 您现在手里边攒了三套房子 你做啥买卖了 以前我和老伴 没什么 一直也没待的 老伴退休之后啊 就给你打工 一直打到没 在没退休之前我就卖酱油 退休之后呢 我又卖了十了连 您俩可真 老伴一没了 我一合去卖啥卖啊 这有什么用啊 这死了还能带带走啊 就是你活着吧 一天要活出质量来 必须得要有特点 这个那个不良的习惯 一定把它刻回掉 特别是在晚年 我内心最大的遗憾是啥呢 老伴跟我这么多年了 也没享着福 完了之后就没了 我这是心最大的遗憾 那如果说以后的话 再过起日子来 是这个钱得怎么个花法 会不会还是特别仔细 不能不能的 这么大岁数呢 以后现在我这个孙子吧 马上就高三就毕业了 明天就毕业了 毕业之后呢 我儿子也用不着钱了 所以说这房子出租前呢 到时候就和我儿子想了 他不能抖压我说 这房子改得了 住人还多要 不可能 那如果说以后这老伴说说 你看你这个三套房子啊 我俩要结婚了 怎么的是不是得有一套 咱俩写个一起的名啊 那肯定啊 能吗 咱俩那肯定 那儿子他也收出来他 对啊 其实大哥是这样的 就是想想福 享受人生啊 对 不仅仅是我们 不仅仅是我们在之前 我们之后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因为你之前你家里面 为了攒那么多的钱 你们两人共同奋斗 就是为了攒钱存房子 但是呢 没有很好的享受生活 所以有补偿性的消费 作为中老年人来讲 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说过度的去买一些消费品 比如说过度买的一些保健品 比如说买一些洗脚盆 比如说买一些按摩椅等等 就是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注重身体的健康 注重享受生活 这是应该的 但是也要理性消费 不能够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过好 我们今后就要把那些 都给他补回来 那不能 那不能 对 这个态度就特别好 对 就像刚才我们女嘉宾 一上场的时候 看着她身上戴的首饰特漂亮 如果说未来 我们女嘉宾就喜欢首饰的话 你真的会像这个 刚才密室里边的几位男嘉宾 说的那样买买买 那肯定 这因为啥呢 咱们这么大岁数 还能活几年呢 对不对 既然我想找老伴 就达到对老伴的满意 对吧 对老伴满意 这老伴 你怎么才能满意 这个消费吧 谁都爱美爱老 但是呢 咱得有看自己的条件 嗯 你有那个条件买 没那个条件 咱不能说 从外边给我借去 我就非得要这个东西 那是咋的 是 咱们过日找的不是钱 对 咱们过日就是 对 找的是人 姐姐这句话 装到根上了 特别好 其实我们是赞成这个勤俭持家的 但是呢 也不太希望 我们这一把年纪了 还这个 口挪肚子 就是仔仔细细的 像我们叔叔说了 我给谁省给谁留啊 咱主要是活个自己舒坦 只要不过分的情况下 正常消费 对 好 两位还有什么 要问彼此的 啥问题 男嘉宾呢 几乎都差不多 没啥问题 好嘞 二位请起 到我身边来 好 好 我们男女嘉宾到底合不合适呢 一会儿才能知道答案 我们男嘉宾 可以回到密室稍坐休息 来 这边请 好 再见 再见 男女嘉宾 与第一位男嘉宾 约会结束了 其实我们男嘉宾 一打眼看 好像这个整个的状态 和他这个会琴棋书画呀 还有这个能够攒钱 买那么多房子的 这种气质好像不大相符 很低调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内秀 有才华 他实际他心里真的是有一点小结 这个结就是说 钱还在人美了 但是呢 就是我刚才提示他那一点就是 过度的消费补偿性的消费 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人还在钱美了更不行 对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从这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咱都冷静的去思考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我这话少 不会说我 没有 我们女嘉宾 接下来要选择第二位约会男嘉宾了 会选择谁 5号 5号男嘉宾 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两个女孩儿 我当时在她这个照片上看到写的是父子分别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男嘉宾的年轻时候的样子是特别帅气的 帅 清秀 有点像台湾电视剧《穷瑶剧》里边的男主角 男主角 对 真的 来 有请男嘉宾登场 晚清一满 混聊岸 爱的选择 结粮缘 不会拂云 周岳岩 秋童淳毅 雪老伴 我是来自辽阳的林董 好 欢迎您 李叔 你好 来 你刚刚那个诗朗诵的挺好啊 自己写的 不是自己写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遮望眼啊 遮望眼 是不是 不会拂云遮望眼的 意思就是 就冲破各种阻碍 各种阻力 有说三道四的 就对我有各种亢了 您来的选择有没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啥人没有 有 有 说说他 咱们自己心里有数 自己把他们形成为浮云 浮云 那都是浮云 我的幸福才是真金白银 是不是 对 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的样子 10236号李先生73岁 辽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这里平时没什么娱乐 就喜欢看看新闻 看一看书 爱看一些古代文学 中国四大名著 我那时候也没有条件买书 我都是借书看 借书看 你像以前青春之辈的 历火金港了 就是很多以前的解放战场 抗云战场 抗云战场 这些抗云潮战场 这些书都喜欢看 喜欢文学是吧 更喜欢文学 小的时候看书 长大以后看电视 后来又有了网络 增加了或许知识的渠道 我看电视吧 不管是看业的 主要看里边的故事情节 看电视特别是爱看山果 山果里边的羊肉我最 最爱看就是佐亮 因为佐亮他特别的宠明 他的宠明还是超过好长 他爱我很配合他 我爱他特别会用言 我担心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希望这次来到爱的选择 找到情投意合的人 爱的选择您来了 你说您爱看三国 是吧 用三国里边一位女性人物来 形容我们女嘉宾的话 你觉得她应该是谁 凋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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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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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缠缠 爱的选择版凋缠 在此 我们新鲜好气质家 漂亮 谁都爱听好说的 好听的话 咱这凋缠了都 那不得来两下 好听话啊 十五的月亮坐在天空有 为三国旁边没有云彩 好听话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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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男嘉宾打个分吧 九十八分 嗯 那那个我们女嘉宾给男嘉宾打多少分 嗯 男嘉宾也挺好 打九十八分 哇 天呐 谢谢 你看你打八分 你这有缘呢 对对对对 打多少 九十八分 打多少 挺好 不多不多 那不多不多 二位请就坐吧 来 进入约会时间 希望他俩能成先手 我希望他俩能先手 问我吧 我问你 问我 你家什么地方呢 我家辽阳子 辽阳子 家庭儿女几个子女 我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 都都独立了 两个女儿好啊 姑娘有姑娘潜伏 阿姨啊 我们叔叔女儿啊 目前定居在日本 所以我们叔叔啊 形胆影之的 现在特别渴望 美丽的女士走进她的生活 哦 哦 那俩姑娘都在美丽吗 都在日本 日本呢 都是那个 大外日耳系毕业的 咱男嘉宾的两个女儿 现在不在身边啊 这跟她之前的那段感情经历 也是有关系的 来 我们看一下 她的情感世界 都可能是激情作诗 原来藏着不一样的故事 逮到一个事啊 就是没完没了的 这样的男人 他说能改变 他一辈子也改变不了 选择之前 男嘉宾急叫停 是不是还顾忌兄弟情 我也挺建议 可以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好礼宣送 特价销售 现实优惠 沸腾水煮鱼 68元每份 超楼饭馆 1024-3188-8677 凉天城 水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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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五年公斤 水煮鱼 花辣诞 水煮鱼 水煮鱼 油 水煮鱼 水煮鱼 老曼 他在身邊 這跟他之前的那段感情經歷 也是有關係的 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刑犯事件 我這個人年輕的時候脾氣不好 愛衝動 愛打架 我要記著一句話 我以為我愛看手 李青少爺有這麼一句話 生長做人家 說人家誰打我 死一位貴雄 我就打他 我必須要 幹活 要把他打扶 我的爆脾氣也直接導致了我和前妻的離婚 您和您前妻是因為什麼離婚 因為我的皮不好 有家暴行為 傷心的才和我提出離婚 那就是像不像你跟外人打架那麼厲害 那不是 那不是男人 我就是夫妻之前打架我也就是喜愛喜愛的 但畢竟來說她是女人嘛 她接受不了 相當後悔了 非常的後悔 我不應該 從哪方面 從來跟我再去上活 還生我的兩個孩子 給我生兩個孩子 我還特別愛我的孩子 我們幾乎那時候 我的感情還不錯 所以我從方方面面都不敢打的 現在回想起來 特別的後悔 但是後悔也已經垮了 嗯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吃軟不吃硬 碰著硬啥不怕當面鋼 但是面對溫柔的 我就啥脾氣都沒有了 家暴這個事 我們之前也是聊過 好像對聊過這個事 我想問一下這個事真的能夠改變嗎 我自己相信我能改變 嗯 我也不能改變的話 我也不能到這兒選的這個舞台來 嗯 實際上那是多大事 那是年輕的 現在還什麼假 不能的 這跟大歲數的說 叔叔剛才上場的時候 跟那個萱萱已經說了 其實好多聲音啊 都是抨擊我們叔叔 就包括抖音上 也有他的一段視頻回放 然後呢 底下網友有很多說 這樣的男人 他說能改變 他一輩子也改變不了 哪個女人嫁給他 都不會幸福的 然後脾氣不好還家暴 這樣的人是不值得原諒的 就有很多這樣的聲音 嗯 所以剛才叔叔說 用阿斗自斐自己 我就覺得這個事情是跟 跟這個有關係嗎 跟這個有關係嗎 有關係 其他鄰居 包括身邊朋友 曾經都因為這個事情 給叔叔一度很否定 在這兒醫生啊 就是沒完沒了的 實際那多大事了 他還沒假暴 我想問一下 你 家暴到啥程度啊 就跟手碰 往往身上碰 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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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還沒趴著 他就大聲吵著就跑出去了 有的他就能了 拿你打女生 剛幾乎那有孩子 他怕女生 一看我有孩子 這是人嗎 這是人 沒孩子就養個屁 找我的 你拿你 我還趕緊給我 我說對嗎 對 是精 跑到桿上那 咱們那時候我們住在農村 林農打我了 和日少說 越喊 往往往是 越恨他越黏他 就是 黏著追著打 那就是 給我弄 我的人挺像面子的 弄的 影響不好 所以我就恨他 所以男人得醬一點 醬一點 那生猴就沒法過 好來咱聽聽密室 我們密室裡邊坐的 今天都是和您一樣的老爺們 聽到這事之後啥感覺 所以我這個不是那種 就是說年輕 年輕前順小那 現在已經改了 因為我最了解他 你咋最了解他呢 我和他出一年多 一年多時間了 您不才認識他一年多嗎 他這都好幾十歲了 好幾年 那是年輕那人 現在 以前他也和我說過 他說那是以前年輕那人 現在 你見我打我也不能打呀 我也不會說什麼呀 你說的已經很給力了 現在他特別需要有一個人 來幫他說一下 他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那我問問吧 咱女嘉賓 我們也聊了這麼多 咱叔叔挺坦誠 那他的一個相處了 有一年多的朋友 也給他打證實了 人現在挺好 你相不相信 以後過日子的時候 他不會再家暴了 能相信 因為年齡就在變嘛 年輕人都是好打好鬧的 對 歲數大呢 也許有點熟練 也許能吧 問題是你長 就是講理的 你都不在家暴 對 就是講理 就是我要犯錯誤了 我坐在哪地方 你犯錯 坐在哪地方 你長的真是沒事 對 對 就怕有一個 有一個幹橫的 那比誰都橫的 對 對 咱們男嘉賓的脾氣秉性 到底是不是已經發生了 痣的變化 還真的得拿到生活當中 遇到事兒啊 你看他 遇到問題的時候 怎麼處理 才知道是不是已經改變了 好吧 讓我們進入愛的劇場 小谷啊 那孩子咋帶的呀 怎麼了 他都吐奶了 回家都連吐好幾天 是嗎 那有你這麼帶孩子的嗎 虧得你還我爸我媽 還讓你住他家 有你這樣帶孩子的嗎 沒發現他 那我得怎麼稱呼你啊 怎麼稱呼你 幹你啥事啊 跟你啥管呀 他誰呀 阿谷 這不你功夫啊 你可得了吧你 你不需要一人心找的嗎 孩子 這孩子沒帶好 對 沒帶好 沒帶好 就是因為跟你出對象了 天天心沒在孩子身上 那姑你要是真是出對象的話 你別跟我說帶孩子吧 孩子嘛 我也疼孩子 你疼孩子 一定會給孩子帶好的 那是不是他給我兒子那個奶裡 放涼水了 不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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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面可不善啊 我現在有多少人結婚之後啊 那對孩子下黑一手不滿意 倆化得不好 他也有孩子不能 他也是有孩子不能 那我那孩子還不會說話呢 姑 有你這麼當老人呢 不說話不會說話他也不能 那你怎麼跟他出場之後 還送你這待一個星期就這樣了呢 那不跟他有關事跟誰有關啊 不是 也許孩子是不對勁的 是不是你啊 你看你這樣吧 因為要是因為這個帶孩子沒帶好啊 我還是你們之間產生矛盾了 你看啊 咱們以後得想想別的辦法 想啥辦嗎 能讓他們年輕滿意 你帶了半年都沒啥事 現在就這樣了啊 我跟你講姑啊 你小心點他 以後咱們找了原因 咱們能把孩子帶好嗎 讓你們滿意 那行 我就看他表現了啊姑姑 好 要不然的話 然後你送過來之後 不行按個監控吧 行 按個監控 真的 是外人啊 真不是有玄閨 真的不行 咱們咱們咱們帶好以後 咱們盡量把孩子帶好 不要他們年輕 對 對 對 這是說的正確的 剛才那個子兒媳婦 她也是叔叔小 你那孩子吧 是自己誰都心疼 除了毛病都心疼 你也別扯過了 這我理解 不會是 不會往心裡去 她是不是小年輕 一時衝動 都是為了孩子 咱們將來 你還得好好處理 你也別往心裡去 哎 這倆人互相心疼 還當 自然中語說什麼呢 對 都是咱們那 都是為了咱們好 一個是 一個是為我好 再一個 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 萬一以後咱倆真成了 我也是做貢獻 我理解 他們行的孩子 你理解就可以了 我都心的孩子 一定能不心的孩子 你理解就不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跳出來 這倆人過上了 真好 咱們幾嘉賓 剛才處理這個事兒 整個過程當中 你覺得我們男嘉賓 有沒有什麼叫衝動啊 要雞眼那種苗頭 還沒發現 沒有 說話態度啥的都挺好的 挺好的 要搞像說 他像以前往常那樣 早就發筆了 那孩子他又該說一些別的了 其實剛才文文已經夠尖銳的了 挺刺激了 他還沒發活 我發現剛才兩個人 真的都特別善解人意 而且呢 面對自己的晚輩 不管是咱們男嘉賓 還是你嘉賓 都能夠特別好的處理 因為孩子晚輩 真的的確是心同肉一樣 所以誰都不希望這樣 但是我發現咱們男嘉賓 我還是希望能夠提示你一下 因為人呢是需要平等的 我們不能太放低姿態 因為包容理解和遷就 這一點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的內心 如果把自己放得太低的話 你會過得非常非常憋屈 因為這個人 還沒有出現在你的生活裡面 如果真的出現在你的生活裡面 我們不能像原來那樣 動用我們的拳頭 去怎麼樣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更不要怎麼樣 把自己放得太低 低到塵埃裡 你的日子也會過得很艱難 而且你本身不是個那樣的人 你憋時間久了 一爆發 我覺得那更可怕 咱還不如就正常處理 我用這個 啊 用頭腦 智庫 好 張持有度 收放自如 對 用智庫 說你 這可能是你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智慧 也是你日急月累 這麼多年下來的一種財富 我覺得咱女嘉賓相信你了 相信你能變得更好 也展現你的魅力了 我覺得這個就足夠了 好 還有什麼要問對方的嗎二人 兩位 沒有嗎 沒有 來 二位請起 給你一點時間稍微考慮考慮 好嗎 好 來 稍微休息一會見 咱們女嘉賓已經與兩位男嘉賓 進行了約會了 這兩位呢 這個脾氣性格 包括形象外貌 這是大象徑庭 完全不一樣的 你心裡邊應該是有感秤的 喜歡誰 誰勝誰輸 請出二位 進入我們愛的考驗 來 有請二位登場 來 我們看一下大屏幕 大屏幕上一共有六道問題 男女嘉賓選擇其中一道 你最關心的問題來問對方 一 婚後生活費誰來承擔 三 二 生活如果出現不同意見 如何解決 三 介意我退休金少嗎 四 我不想搭火 會登機嗎 五 想帶我去哪兒旅遊 六 生病了能照顧我嗎 咱女嘉賓選一個問題問我們男士 我選六 六 生病了能照顧我嗎 必須照顧 必須照顧 我們五號搶答了 肯定搶我 我們四號肯定照顧 五號選一個問題 三號 三 介意我退休金少嗎 多少啊 二百四 兩千四 嚇我一跳 二百四 這啥地方還有啊 這個數 兩千四 不介意 以前是生外職務 哎呀 夠過就得了呗 是不是 那我們四號男嘉賓 選一個問題問我們女嘉賓 第一個問題 一 婚後生活費誰來承擔 倆人互相 都要退休金 放一塊兒花呀 對 那您是咋想的 我也這麼想 既然兩個人吧 生活在一起了是吧 生活費高一堆 我們互相上個話唄 我想提點建議 可以可以可以 你的條件 我剛才看了 很不錯 咱們真心來找老伴來吧 找這件兒真對的心 你想找 找老伴 過日 他的公司 咱們一切都不問 你就是可你的那個 所有的員 你們倆生活 咱倆倆 今天也是 第一次 謝謝 謝謝 這就是各有各的說法 因為啥呢 你就說說那個 像剛才那個4號嘉賓說的 得考慮到 問題是咱倆不能說 馬上就處在一起生活 咱的也通過一段接觸 了解 對 對不對 了解以後了 但是呢 這玩意就像剛才5號那個大哥說 那個意思說的 不要女同志的錢 咱不管你掙的多與少 我掙的少與多 對不對 就是說啥呢 就是說那個5號嘉賓大哥說啥 你說 你男同志就有個男人的氣質 你作為你想科學成假了 你作為大 你是頂天立祝的一個男子漢了 就說啥呢 你有多少工資 科你工資不花 不要過女同志 這個贊成我也贊成 這叫一個男同志 對不對 但是對我來說呢 既然倆也成假了 就是工資 因為啥 倆人都成為老伴了 對不 就沒有你我之分了 你工資是我的工資 我工資是你分頂著 馬上把這朵紅玫瑰花交到您的手上了 進入我們愛的選擇 心動時刻 接下來啊 男女嘉賓貝貝貝貝站好 當倒數三個書結束的時候 喜歡她勇敢地轉過身 愛的選擇 心動時刻 愛的選擇 心動時刻 三 你是哪兒的 對你的印象很深 一請選擇 一位是中方老師的四號男嘉賓 一位是滿懷財情的五號男嘉賓 女嘉賓能否為愛轉身勇敢告白 愛的選擇答案馬上揭曉 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商場看一看 真正的鵝絨貝最便宜的也要一千多 您也可以到材料市場上去問問價格 最一般的光鵝絨和面料都要好幾百 我們廠是中國315乘信企業 以前許多觀眾都用過我們的產品 都給予好評 這次呢是廠慶30周年回饋廣大消費者 電視台幫忙做推廣 廠家專門拿出了6000床五星鵝絨貝 59塊錢您就拿走 還買一床又送一床 我不可能為了59塊錢 而砸了我們蝴蝶公主的招牌 59塊錢連半斤鵝絨都買不到 連一個工人的工資都不夠 這次呢 壓根就沒想賺您的錢 今天當著大家伙的面我做個承諾 買我的鵝絨貝不保暖 不舒服 蓋了會跑毛跑龍有意味 您花了59塊 我陪您500牛 知名品牌蝴蝶公主 為推廣品牌聯合電視台發起 廠慶30周年真情回饋活動 原價1980元的五星額裝備 現在只需59元 是的 你沒有聽錯 真的只要59元 不用擔心 不要懷疑 只是工廠上電視 為蝴蝶公主做直交 減掉一切中間環節 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今天不要利潤 不計成本 只要口碑 等等 如果您現在打接電話 還有機會再免費獲贈一床 同品質 同價值的五星額裝備 59元 兩窗五星額裝備 一起帶回家 買衣送衣 超值享受 真的很划算 花59元 讓全家人都蓋五星額裝備 正中程度 本產品 經過中國人民保險公司 質量承保 保證每一條蝴蝶公主 高檔五星額裝備 嚴格執行國家三包政策 7天包退 15天包換 趕緊撥打電話 槍告吧 力量蹦發 再次突破極限 釋放 你可以更強 雙匯王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斷突破 更新 更強 健康美味 就選雙匯 新派生菜 炒樓飯館 為回饋新老顧客 11月起 每週五為會員日 會員小部分菜品半價 充值卡 存一千元 存兩千元 送三百元 加送雪花啤酒一箱 詳詢 024-3188-8677 稱煙紛 1 請選擇 好 很遺憾 來 三位請轉身 到臺先來 我们五号男嘉宾 刚才你表现的是一个完美男人 感觉你对我们女嘉宾可感兴趣了 咋没转身呢 我的手要太低 我年龄也大 我们女嘉宾 你没转身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你 这个大哥是挺优秀 但是我是在我心里想啥 我不想找离活 那我们四号男嘉宾为啥没转身 我现在还没太考虑好 还没太考虑好 就是这个人没有让你心动到 让你转身是吧 可以这么说 那我们四号男嘉宾是丧偶的 你也没转身 你为啥呢 我是好像是 说心里话 就是从年龄大一点 我们女嘉宾说的也都很实在 所有标准也是很明确地摆在那儿 不符合 那缘分就没到 我们也希望第二季前 如果说有朋友喜欢我们场上这三位嘉宾 可以跟我们蓝组联系 谢谢你们的参与 希望你们早日获得幸福 来 再见 我想找一位呢 能懂我 珍惜珍惜 爱我的 对我好的 能跟我过到下半生的一个男士 作为伴侣 我想找一个身体好的 有少保的 自己跟他一起 我就想找一个实实合伙的跟我过到白头到老 我想找一个一米六五以上的 没有家庭负担的 我一样就条件不高 就说呢 这个身体健康的 有少保的 我想找一个重慧 重慧选担 体积冒短的 就可以了 很遗憾啊 今天现场的男女嘉宾没有牵手成功 我们真的希望 我们的单身的男女嘉宾 在爱的选择的舞台上 能够遇到人生当中最美的爱情 那如果说你也相信爱情 相信你能够得到爱情的话 爱的选择的舞台随时等着您 爱的选择 我在这